女人为了独吞两百万美金 竟要将丈夫杀掉 不料打斗声却引来了儿子 为了不让儿子担心女人关上了房门 可就在她回头时却发现 本该躺在地上的丈夫竟不见了 就在女人疑惑寻找时 一双黑手突然从衣柜伸出掐住了她的 可尽管拥有穿透物体能力的丈夫 却不是战斗力爆表的女人对手 被按在床上死死掐住了脖子 眼看丈夫就要窒息而死 危急时刻儿子突然出现打断了女人 健壮丈夫连忙将手伸进女人体内 强烈的痛楚让女人瞬间失神 最后被掐住脖子晕死过去 这时儿子健壮还着急地想看到母亲 可却被父亲一把抱走 因为现在她的母亲已经变了 原来女人体内竟有着双重人格 人格因一起掌控着软弱的一面 人格二杰西卡则是暴力和事前如命 为了两百万美金 杰西卡甚至出卖了丈夫 让他被关了足足二十年 可他没想到丈夫竟利用超能力逃了出来 于是为了彻底将丈夫杀死 女人用两百美金买了把肯塞拉320Z 这把枪即便是在四百码的距离 也能轻松动穿防弹衣 可有了武器的女人 却找不到逃跑的丈夫 不料这时儿子却因为担心母亲安危 近半夜偷偷打电话给母亲 只见他小手网电话机一抹 原本需投币才能拨打的电话 此刻却能免费拨打 好家伙这一家子竟都拥有超能力 很快儿子就将他们所在的位置告诉了母亲 殊不知这操作差点害死了他父亲 刚要开车门的父亲突然被一枪命中 强烈的痛楚让他瞬间倒地 可这时他却还不忘叫儿子赶紧趴下 但没等丈夫爬到掩体后 紧接着又一枪朝他脑袋射来 好在关键时刻他发动超能力规避的伤害 同时趁机躲避到掩体后 眼看丈夫已经躲起来 女人丢下狙击枪 换成手枪朝他们走去 可当女人赶到时 却发现丈夫已经带走了儿子 这让他愤怒地摔碎了车门 但很快逃跑的丈夫就察觉到自己快不行 很快丈夫就找到了一间灵中屋 利用超能力他打开房门 从里面拿出来一些包扎用品 可没等他将伤口包扎就晕死了不去 而另一边女人也追踪了不来 但却因为丈夫的反侦查丢了线索 看着被鲜血染红的衣服 女人断定对方没有跑远 不料这时一声声响打断了他 是儿子在呼喊他 女人闻言立马朝儿子跑去 可就在女人打开房门时 等待她的确实一击铁铲 看着掉落在地的手枪 丈夫连忙捡起 不料却被女人一脚踢飞300米 见状儿子连忙上去劝甲 可杀心上头的女人 竟一把将儿子推飞 看着儿子发出痛苦哀嚎 丈夫连忙跑过去查看伤势 而儿子的受伤也成功 让女人的第一人格尼奇苏喜 他看着儿子因为自己受伤 内心十分愧疚 同时也清楚不能让第二人格 杰西卡继续下去 于是他朝着一旁巡逻的佛波了走过去